接下来的日子 林小凡每天都奔波 在荒地和大河村两个地方 忙碌的日子扎眼间过了一个礼拜 直到有一天 忙碌的日子起了变化 阿凡 我是你三叔 你爸在坡地干活不小心把脚崴了 现在脚肿的老高 动都动不了 你快过来看看吧 正在大河村的林小凡 突然接到自己三叔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边传来三叔的着急的声音 好 三叔你别着急 我马上就过去 林小凡说道 由于荒地需要机器耕地 所以林小凡就把这个工作承包给了自家的三叔 之前干活的时候 林小凡已经和三叔打过招呼了 不管出现什么事情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里给自己打电话 挂完电话后的林小凡 直接开着自己的电车快速地往家里走去 先回家进一下神农空间 先把神农泉水取出来一些再说 回去的路上 林小凡暗自想 要不是这次出了这件事 林小凡几乎把神农空间给忘了 回到家里 进了自己的房间 找了两个矿泉水平 直接来到了神农空间内 来到神农空间后的林小凡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他之前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证实 神农空间并没有因为他种了才扩大 但是有了其他的变化 记得自己当初种了一半的地方 但是现在蔬菜占了整个空间的三分之二 每个品种成熟的蔬菜至少比平常见的大了一倍 惊呆了好一会儿 林小凡才回过神来 想什么呢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今天晚上再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过神来的林小凡 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脸 暗暗心道 于是来到神农泉边灌了两瓶神农泉水 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从神农空间带了出来 把神农泉水往车上一装 便急忙向着三叔说的那快坡地走去 来到坡地上 林霸正五着脚坐在地上 三叔蹲在一边照看着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林小凡来到坡地以后 车子也顾不得停稳 把车子往路边一扔 拿起神农泉水来到林霸的身边问道 阿凡你来了 没事 这会儿好多了 林霸抬起头对着林小凡说道 霸你松开手 我看看 林小凡说道 听到林小凡这么说 林霸松开了五着脚的手 看到林霸的脚后 林小凡暗自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只是脚踝骨脱臼 只是时间有点久了 这会儿气血憋得又紫又肿 看起来比较吓人而已 爸 你先喝口水 林小凡把寿中的一瓶水递给了林霸说道 三叔 你 你你背后有条蛇 趁着林霸仰头 喝水的功夫 林小凡故作惊讶地说了一声 哪呢 哪呢 三叔连忙转身说道 这时候林霸正在喝水也不喝了 也转头顺着林小凡的眼光看去 趁着这个空荡 林小凡抱起了林霸的脚手上一时劲 脱臼的脚踝骨被接上了 没事没事 原来是一条花不条 是我看错了 林小凡说道 说完林小凡拿起另一瓶神浓泉水 倒出来一些 开始给林霸的脚揉搓起来 咦 消肿了 而且也不怎么疼了 揉搓了一会儿 脚踝骨肿胀的部位渐渐消肿 林霸看到这里惊奇地说道 没什么大事 就是脚踝骨脱臼了而已 我已经给你接上了 今天下午你休息一下吧 三叔 你陪我爸回去吧 今天一样给你算钱 林小凡说道 阿凡说的什么话 拿三叔当什么人了 不过阿凡啊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医生啊 我可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啊 三叔好奇地问道 呃 你说这个啊 是跟县城中药堂的吴德老爷子学的 他是一个几十年的老中医了 林小凡说道 反正自己现在已经不会再跟吴德联系了 以后也不会露出什么马脚来 再说吴德心太黑了 收拾湖那一次林小凡 可是现在还记着呢 是这样啊 那我跟你爸就先回去了 三叔听完林小凡的解释后 并没有怀疑什么 架起林爸的胳膊说道 行 三叔 你们先回去吧 我再看看以后这块地中什么合适 有事儿记得及时给我打电话 林小凡说道 三叔招了招手是以自己知道了 于是假期 林爸一起往家走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自己遗漏了什么 等到林爸和三叔走远后 林小凡坐在地上 想起神农空间的事情来 难道说 对了 上次种的石壶是药材 这次是蔬菜 搞不好是这个原因 改天再试试药材 林小凡暗暗想到 怎么把那些蔬菜搞出来呢 想到这里 林小凡又开始头疼起来 虽然神农空间里的蔬菜 长势很好 但是怎么弄出来成了问题 正在林小凡苦恼之际 电话却又响了起来 林小凡拿起来一看 这次是韩云云的电话 你赶紧回来一趟 我在村委会等你 有急事跟你商量 接通电话后 韩云云说了一句 马上又挂掉了 又出什么事了 林小凡边想边急忙往回赶去 你可回来了 你这边进行到哪一步了 见到林小凡回来后 韩云云问道 现在荒地上基本已经全部清理好 工作也进行了一半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个礼拜一之前能全部种好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林小凡问道 新农村计划提前了 比预计的提前一个礼拜公开 韩云云说道 那怎么办 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你觉得还能再快吗 林小凡说道 自从上次李东 让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一个计划后 林小凡现在才知道 李东说的好处 至少最近一个礼拜 虽然忙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计划来 忙而不乱 能 我的想法是更做的事情 不能只让你三叔自己来 要再找两个人 算上今天 尽量在三天之内全部耕种好 争取在之后半个月之内长成 韩云云说道 这样的话 时间上不但有点紧 而且开销上也比预计的高 林小凡说道 那没办法 如果三水村入选不了新农村 我们这么久的努力都百费了 韩云云说道 那好 我这边尽量赶赶 你那边怎么样了 林小凡问道 我这边计划肯定也要变了 不过还好 当初你谈的价格比较好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这次比我们预计的要翻个倍了 不过因为时间提前的原因 我准备价格压低一点 尽量把产品早点脱手 牧场不说 至少农场是现成的 我们至少农场上 可以多种一轮的蔬菜 不过这点上要你去跟刘叔说 韩云云说道 那好吧 我尽量试试 他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不过你价格压低出售的话 那时间肯定会提前 到时候和春丽要剩下的钱的话 恐怕我这便不够 林小凡说道 够的够的 我把价格压低以后 会让收购方直接复现 到时候钱直接打到你卡上 这点周转时间足够了 韩云云说道 那好 我现在就给刘叔打电话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结果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再说 林小凡说道 好 你先走吧 我这边也忙得要死 不送你了 韩云云说道 回到家以后 林小凡便给刘长贵打了电话 把情况说明了以后 刘长贵表示随便用 自己这便不会不同意 听到刘长贵的回到后 林小凡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然后林小凡又给韩云云打电话说了 韩云云听后也很高兴 说了几句话后 由于两个人都还有事要忙 便挂了电话 接着林小凡拿起自己的计划表修改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时间很紧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中间虽然出现了几次小波折 索性还好没偏离计划太远 半个多月的时间匆匆而过 按照计划林小凡也成功的成为了三水村第一个身价上亿的富豪 也就是这一天 林小凡接到韩云云的电话说是要去市里镇上开货 今天公布到底是哪个村入选新农村计划 可一定要被选上啊 林小凡在家里暗暗祈祷道 这近一个月来 她和韩云云两个人为了这事付出多大的努力 可能别人不是太清楚 但她心里却是最清楚不过了 每天晚上十点之前基本上没睡过觉 特别是最近半个月 林小凡晚上十二点之前都没睡过 韩云云比她操心的事还多 林小凡都这样了 韩云云更辛苦 临近中午的时候 韩云云终于打过来了电话 林小凡激动地接通了电话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我们 我们到底有没有被选上 林小凡激动地问道 你现在在哪 在家吗 有点意外要跟你说 你要在家的话 我回去直接去你家找你 韩云云说道 意外 什么意外 到底怎么回事 林小凡听到这话感觉大晴天 来了一个霹雳 连声问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了 我先挂了 回去再和你讲 韩云云说完便挂了电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真的没被选上 但是又说 不是我想的那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小凡想到 有心想给韩云云打一个电话问清楚 但又怕韩云云在忙别的事情打扰到她 林小凡此时的心情别提有多焦急了 索性并没有等太久 韩云云便回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到底有没有被选上啊 老远见到韩云云 林小凡就跑了上去问道 我们 当然被选上了 韩云云说道 吓我一跳 选上就好 选上就好 不过 你在电话里说发生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林小凡听到前半句吓了一跳 听到后半句又放下心来问道 你总得让我休息一下喝口水再说吧 我都累死了 走 先回你家再慢慢给你说 韩云云边说边向前走去 听到韩云云这么说 林小凡只得乖乖地跟着韩云云往家走去 回到家以后 林爸林妈已经准备好了午饭 看到韩云云来了后 自然是惊喜不已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吃过午饭后 林小凡便把韩云云叫到了房间问道 你这什么急啊 我又没说不告诉你 韩云云坐在床上说道 好了好了 告诉你就是了 本来还想逗逗你的 看你那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韩云云看到林小凡确实着急了 于是又说道 于是 韩云云便把开完会后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开完会后 镇长被纪委直接带走了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贪污受贿 具体的情况大家谁都不清楚 而韩云云是一个不知道具体情况不罢休的性子 于是回来的路上便给韩云打了电话 韩云听了女儿的疑问后 便把具体情况说了出来 当初林小凡租地的时候 镇长从中阻挠 是因为隔壁大柳树村 柳成才给了镇长一大笔钱让他从中作梗 新农村这件事情 不只是只有韩云云才有路子 提前知道 韩云云既然能提前知道 柳成才自然也有属于他的关系 提前知道 柳成才知道后 再加上对各个村的关注 最后觉得对他最有威胁的就是林小凡 于是就提前送了一笔钱给镇长 由于数目比较大 镇长没有忍得住诱惑 就收了这笔钱 编造了那个谎言阻止了林小凡 原本以为阻止了林小凡 就再也没有可以和大柳树村 竞争新农村的对手了 柳成才自以为胜券在握 毕竟 入选新农村对他来说好处实在太多了 可惜的是 人算不如天算 柳成才自以为是 却没想到韩玉对这件事一直关注着呢 韩玉刚开始的时候还担心 不让租递了林小凡怎么办 毕竟自己查处镇长也要证据的 而收集证据也是需要时间的 没想到林小凡歪打正着 听了李东和韩芸芸的建议 直接把村里的荒地租了下来 荒地的开墾虽然辛苦点 但还好的是一切如人愿 最后还是成功了 再后来 经过韩玉的开口提出 再加上三水村现在本身就不俗 领导班子经过综合评估后 还是选定三水村为新农村的试验对象 毕竟 一是三水村本身就不错 二是 这是市委书记率先提出 同意了不但显得自己明智 还卖了一个市委书记的人情 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结果决定以后 韩芸就开始着手准备把青山镇的镇掌换了 自从上次女儿对自己说明星际后 她就一直小心 一个镇掌这次差点坏了自己女儿的计划 韩芸绝不能容忍她的存在 一想起韩芸芸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韩芸就心疼 这也就更坚定了韩芸换掉青山镇镇掌的决心 这中间的很多细节不足与外人说起 而韩芸芸给林小凡的说法当中 也省略了很多 毕竟现在有很多事情还不能让林小凡知道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上次我总觉得不对劲 原来真的有人在背后捣鬼 听完韩芸芸的话后 林小凡若有所思的说道 要不然你以为呢 好了 故事呢 讲完了 而且 我们的计划也成功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看 要不要去庆祝一下 韩芸芸说道 现在吗 现在的话 时间上是不是有点早 林小凡说道 其实林小凡的心里确实是比较高兴的 毕竟努力了这么久有收获了 她满心的喜悦 确实也是要想和别人分享 不过 这个人却不是韩芸芸 而是梁文文 好心情是不分早晚的 现在才四点 我去开车 等会儿我过来接你 我开慢点 等我们到市里的时候 刚好天黑 今天是个好日子 到时候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对了 你把我给你买的衣服换上啊 我马上就来 韩芸芸说完哼着歌走了出去 算了 这段时间也真是难为她了 今天就随便她吧 看着韩芸芸走出去的身影 林小凡苦笑了一下心想到 没过多久 林小凡刚刚换好了衣服 门外就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于是林小凡走出门上了车 两个人向着市里走去 你看这个怎么样 我戴上好看吗 来到市里以后 韩芸芸把车子随便停了个地方 由于时间还早 韩芸芸便拉着林小凡 逛起两元电来 此时 韩芸芸手上拿着一对耳坠 向林小凡问道 好看好看 你人长得漂亮 戴什么都好看 林小凡嘴上敷衍道 嘴上虽然这么多 心里此时却想着 韩芸芸戴上怎么样 会不会更好看 怎么感觉你是在敷衍我 好吧 虽然知道你说的可能不是真话 我还是把你这句话 当作是对我的夸奖了 老板 买了 韩芸芸说道 逛完了两元电 又在韩芸芸的带领下 来到了商业街 这位姑娘你眼光真好 这可是有99.9K纯莹打造的 纯莹情侣手链 仅此一对 看你貌美如花 而你男朋友英俊潇洒 你们两个在一起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今天再带上我这对纯莹情侣手链 更是合适不过了 不要998 更不要9800 今天能遇上就算是缘分 姑娘你要成心药 就给180好了 摊主一脸笑容地说道 180 这么贵 老板便宜点 我是真心想买 韩芸芸说道 韩芸芸虽然有钱 但并不代表她傻 听到摊主说的话后 韩芸芸和她讲起了价格 姑娘 这个 你既然是成心想买 大叔我也成心想卖 你这样说让我很为难啊 摊主一脸为难地说道 老板别这么说啊 便宜点 便宜点 50块怎么样 韩芸芸又说道 既然姑娘都这么说了 行了 大叔也不坑你 给个吉利宝本数 88好了 好歹不能让我赔本不是 摊主又说道 给你100 不用找了 这时候 林小凡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拿出100块钱 塞到摊主手里 拉起韩芸芸就走 88 分开来 那岂不是44 那意思不是死啊 死的意思 还吉利呢 这数字哪来得吉利 林小凡边走边想道 好咧 姑娘你们下次再来啊 大叔祝你们生活美满 白头偕老 走出去了老远 耳边还传来摊主满意的祝福声 嗯 你脸怎么这么红 发烧了 走了一会儿 林小凡停了下来 看到韩芸芸一脸通红疑惑地问道 烧 韩芸芸说道 林小凡这才发现自己的手 还紧紧地拉着韩芸芸的手 于是赶紧松开了手 那个 我不是有意的 你知道 刚才那个摊主很啰嗦的 林小凡解释道 可这个解释怎么看怎么感觉苍白 好了 我没说你是故意的 走吧 我们去吃饭 韩芸芸这时候大度地说了一句 听到韩芸芸这么说 林小凡也不反对 两个人一起去了之前的小吃街 又像上次一样 把所有好吃的吃了一遍 现在玩也完了 吃也吃了 该回家了吧 林小凡问道 现在时间还早 那么着急回去干什么 走 我们去唱歌 韩芸芸说道 于是在韩芸芸的带领下 两个人又一起去了夜总会 开了一间小包 要了几个果盘小吃 唱到一半的时候 也许是这段时间的压力太大 也许是心里压抑了太多事 需要发现 韩芸芸又要了一箱啤酒喝了起来 临到结尾的时候 韩芸芸却突然哭了起来 韩芸芸这一哭 剩下林小凡不知所措 猛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一点做错了 只得坐到韩芸芸的身边 轻声安慰起来 林小凡 你是个大笨蛋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难过 是因为我喜欢你啊 这么久了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我喜欢你啊 大笨蛋 我喜欢你 已经很久 很久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喜欢你笑 可你在我面前却很少笑 我故意闹 我以为我的心思你早晚会知道 可你从来都是一副不知道的样子 我说不上你哪里好哪里不好 可我就是忘不了你 韩芸芸一条一条的说着 林小凡从最开始的吃惊到 慢慢的沉默 这么久了 她不是没有想过 韩芸芸跟自己走 这么近是因为喜欢自己 而是她想过却不相信 许是自卑 在她眼里 韩芸芸有身份 有地位 有本事 她想 自己配不上她 而且她也不会看上自己 可韩芸芸 今天晚上这一番话 却打破了 她这么久以来的自欺欺人 韩芸芸 确实是喜欢她的 可是 她却不敢做出任何回应 因为她有了梁文文 今天晚上 无论做出哪种回应 都注定会伤一个女人的心 既然不想回答 那就也喝吧 林小凡想借着酒精麻醉自己 逃避这件事 可是直到喝完最后一瓶酒 才发现自己越喝越清醒 越喝越难受 好了 别喝了 我找的代价来了 我们回家吧 我知道 你可能现在无法给我回答 我并不奢求你能爱我 但是 今天你知道我我爱你 这就够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韩芸芸已经停止了哭泣 红着眼睛说道 林小凡看着韩芸芸哭红的眼睛 轻瘦的脸旁透露着一丝疲惫 想想这些日子为了帮自己 操了不少的心 想到这里 林小凡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 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 一路上 两个人各自怀着心事 一句话都没讲 我一直都知道 梁文文是你女朋友 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如果你爱她 以后就好好地对她吧 到林小凡家门口的时候 韩芸芸突然说出了这句话 我 林小凡抬了抬手 面对着韩芸芸想说些什么 最终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转身向自己家里走去 回到房间 林小凡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 脑袋像炸裂了一样 各种难受 难受了好久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谢谢你救了我啊 本来是我请你吃饭的 这下成了 你请我吃饭 多不好意思 林小凡 你这个大笨蛋 我不奢求你能爱我 但是 今天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这就足够 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如果你爱她 以后就好好地对她吧 一幕幕在林小凡的眼前像电影一样出现 有欢笑 有喜乐 也有哀愁 从最初的相识之道 韩芸芸说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 直到韩芸芸上了车远去 林小凡望着远去的车子 疼痛像撕裂一般撕扯着自己的心 自己是真的不爱吗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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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眼前又出现了韩芸芸的脸和声音 不要走 不要走 这时林小凡伸出了手 准备去抓韩芸芸 却发现就差一点点的距离 却怎么也抓不到 砰的一声 林小凡从床上掉了下来 这时林小凡才发现自己是做了一场梦 摸了摸满脸的泪水 才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看了看表 才早上六点 算了下时间 才睡了四个小时多一点 想到梦里的那些场景 想到自己的心 才发现原来自己是爱着韩芸芸的 爱一直都在 只是一直以来自己不敢承认而已 想到这里 林小凡做了一个决定 也不洗漱了 林小凡直接跑了出去 千万一定要来得及啊 林小凡边跑边想 他决定了 他要去挽留韩芸芸 他要跟韩芸芸说明自己的心思 不到五分钟 林小凡便跑到了村口 村口并没有见到韩芸芸的影子 于是林小凡又直接转身跑回村里 向着韩芸芸住的地方跑去 芸芸 芸芸 你在家吗 在家你就开门啊 我有话要跟你说 林小凡边敲门边说道 可是一直敲了几分钟 一直不见有人鹰 真的 走了吗 看来自己真的是一个让人伤心的混蛋啊 林小凡抓着头发靠着门边一屁股坐在地上 失落地想到 哎 你坐在地上干嘛 我说 开了门怎么看不见人 原来人坐在地上了 就在林小凡自言自语自愿自意时 门突然打开了 韩芸芸站在门后便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你没走真的是太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啊 林小凡见到是韩芸芸 刚开始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呆了一下 立马冲上了前 紧紧地抱着韩芸芸说道 我当然还没走啊 现在才六点 我走那么早干嘛 韩芸芸说道 我还以为你走了 我爱你 你不要走了好不好 林小凡红着眼睛说道 怎么了 现在良心发现了 好了 要想 我不走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让我高兴了 如果我心情不高兴还是要走的 韩芸芸墙忍着眼泪说道 第一次听到林小凡表明心计 韩芸芸虽然也很高兴 但是还是假装没听见 可再次听到林小凡的表白后 韩芸芸差点鼻子一抽哭了出来 好 你说你说 不管是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林小凡说道 今天我要去逛街 我答应 我还要去游乐场玩 我答应 今天晚上我还要吃好多好多好吃的 我答应 今天晚上我还要去唱歌 我也答应 不过不能喝酒 不行 我要喝 好吧 那就少喝点 说了一大堆 最后再韩芸芸说了一句 既然都答应了 还不赶紧回家换衣服吃早饭的话下 林小凡立马往家走去 就在林小凡转身走后 韩芸芸拨通了韩芸的电话 爸 他 对我表白了 就在刚才 韩芸芸高兴地说道 这就好 这就好 老爸祝福你们啊 韩芸在电话那头说道 眼看着女儿解开了一个心结 韩芸也是由衷地替女儿高兴 谢谢老爸的祝福 不过 新农村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实行了 韩芸芸说道 这个还早呢 我估计 至少要年后了吧 毕竟再有一个多月就要过农历年了 说起来这个 今年过年你不回去吗 你爷爷上个星期 可还是打电话 向我问起你的 韩芸说道 不知道呢 可能不回去吧 你知道 我回去的话又要被他们催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了 一群老顽固 韩芸芸气恼地说道 可不能这么说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你的长辈 不过 对于你和林小凡的事 家里暂时也只有我知道 你知道老爸的看法 只要你过得幸福 老爸这边是不反对的 不过老爸这边一个人支持也没用 具体的还要看你们自己 韩芸说道 知道 不过老爸 这件事你可不能跟家里人说 要不然的话 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 韩芸芸威胁地说道 好好好 不过关女儿 你可要当心点 别吃亏了 就是 年轻人 别那么早同居 韩芸仔细斟酌了一下语言说道 老爸你说什么呢 不理你了 好了 不跟你说了 待会儿我还要逛街 先挂了 韩芸芸说道 好好好 挂吧挂吧 待会儿我这边也要忙起来了 韩芸说道 韩芸对于女儿有什么事情 在第一时间给自己说 这点上还是蛮骄傲的 在家里 她地位最低 可在女儿这里 自己的地位就变成最高了 挂完电话后 韩芸芸开始洗漱起来 而林小凡这边也回到了家 阿凡 这大早上的你上哪去了 看你这身上脏兮兮的 在哪弄这么泥土 林小凡回到家后 林妈看着林小凡身上的泥土说道 没事没事 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 嘿嘿 林小凡嘿嘿一笑说道 回到房间 洗漱了一下 换好衣服后 一身整整齐齐的样子 整个吃早饭的时间 林小凡都在一直黑黑傻笑 咱儿子今天早上怎么了 怎么感觉磨正了一样 不会有什么事吧 林妈望着林小凡出去的身影 担心地说道 有事也是好事 看她这样子应该是约会去了 我们两个就别管了 林爸说道 林小凡来到韩芸芸住的地方的时候 韩芸芸刚好出门 两个人刚好碰到一起 由于韩芸芸的车在村委会里停着 于是两个人又向村委会走去 来到村委会后 一辆宝蓝色的奥迪正停在大院中间 这让林小凡以为 韩芸芸又买了一辆新车 后来上车一问才知道 还是上次那辆奥迪 只不过火红色出了一次车祸后 韩芸芸嫌不吉利 趁着这次大修 直接连颜色也换了 于是两个人上了车直接往市里开去 来到市里后 韩芸芸说没吃早饭 于是两个人先去吃早饭 本来林小凡已经吃过早饭了 可韩芸芸还是也为她叫来了一份 本着浪费粮食可耻的原则 于是这一顿早饭下来 把林小凡称得直翻白眼 接着开始逛街 按照韩芸芸的说法是冬季马上要到了 自己无论是衣服还是化妆品都要换 女人吗 每个季节都要有属于每个季节的东西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 它会让一个平凡的人变得不平凡 嗯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 如果在平时 连着逛了半天街的林小凡 应该早都已经腰酸背痛叫苦连天了 可是今天半天过去了 明显的还是元气满满 逛完街以后已经是中午了 两人吃了午饭休息了一会儿 又开着车向游乐场走去 按照中午吃饭时间韩芸芸的说法 下午时间是属于游乐场的 不能浪费 来到游乐场后 看着韩芸芸的笑脸 林小凡决定 既然完了就要好好的玩 于是主动拉起韩芸芸的手 往过山车的方向走去 话说林小凡决定好好的玩 但说到底是第一次玩过山车 都说过山车刺激 但在林小凡眼里就是能刺激到哪去 电视里都是骗人的 可是林小凡还是小瞧了 过山车的威力 那种感觉林小凡根本形容不出来 飞快的速度 刺激着林小凡可怜的神经 吓得林小凡睁大了眼睛尖叫了起来 林小凡这个模样 让韩芸芸见到后笑的花枝招展的 快避原的时候 林小凡他们也基本上玩遍了游乐场的每个设施后 最后 韩芸芸又提出再做一遍摩天轮 终于 两个人在避原之前 赶上了最后一次摩天轮 摩天轮缓缓地转动着 窗外的太阳已经缓缓落下 金色的余晖映在韩芸芸的脸上 本来就漂亮的侧脸 一时间显得更加的漂亮 林小凡看得吃了 看什么呢 又不是没见过 韩芸芸转脸发现 林小凡正在呆呆地看着自己 娇笑道 看大美女呗 你长得这么漂亮 还不许我看了 林小凡笑着说道 这次 林小凡没有在窘迫 说什么呢 或是两个人都敞开了心 林小凡这次没有窘迫 韩芸芸反倒害羞了 此时 羞红了脸低着头轻声说道 看着韩芸芸含羞的样子 林小凡顿时觉得心里痒痒的 不由地牵起了韩芸芸的手 慢慢地朝着韩芸芸身边靠去 此时 韩芸芸也抬起了头 看着林小凡的样子 缓缓地闭上了眼 而林小凡也不是傻瓜 于是也闭上了眼 慢慢向着韩芸芸亲去 你们在干什么 马上闭缘了 还不赶紧下来 就差你们了 就在林小凡快要亲上去的时候 摩天轮停了下来 此时 摩天轮的管理员大妈 在摩天轮外大叫道 正在亲的也不亲了 林小凡赶紧拉着韩芸芸 从摩天轮上走了下来 此时林小凡还好一点 韩芸芸就不一样了 像一个犯了错被抓到的孩子一样 满脸通红欲滴 直到走出游乐园好久 情况才渐渐好点 其实 刚才那个 嗯 那个大妈也不是故意的 她也就是一个打工的 我们别怪她 林小凡说道 不过这话 怎么想怎么感觉奇葩 你还说 本来情况好点的韩芸芸脸一下又红了 好好好 不说 我不说 天色也不早了 我们接下来干嘛去 林小凡说道 接下来我们回家吧 身体有点不舒服 玩了一天的 我有点累了 早点回去吧 听到林小凡这么说 韩芸芸也镇静了下来说道 咦 回家 你不是说还要逛夜市唱歌的吗 林小凡诧异的说道 其实是林小凡自己想去唱歌 自从昨天晚上唱过歌后 林小凡发现自己还不错 唱什么唱啊 我说回家 韩芸芸突然之间生气的说道 而林小凡见韩芸芸突然间发脾气 顿时一脸猛圈 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做错什么了 发什么呆 赶紧走了 韩芸芸见林小凡一脸呆呆的样子 不由的气打不出一块来 生气的说道 这个呆子 难道没听到我说身体不舒服吗 真是的 韩芸芸在心里埋怨道 不是 云云 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之间又生气了 难道是我哪里又做错了 我哪里做错了你说 我改还不行吗 林小凡走上前来说道 什么你哪里做错了 我又没说你做错 刚才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身体不舒服 韩芸芸气恼的说道 不舒服 怎么了 是不是吃什么吃坏了肚子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医生吧 也不差这点时间 我们先去医院吧 林小凡一脸紧张地说道 去什么去啊 我发现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大姨妈来了 这总行了吧 林小凡 你个大笨蛋 看着林小凡一脸紧张的样子 韩芸芸又好笑又好气 啊 你家亲戚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也没见你接电话啊 懂了我懂了 我们回家 我们回家 呵呵 林小凡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后来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赶忙尴尬的呵呵一笑道 这下可把韩芸芸气坏了 一路上 无论林小凡怎么解释求饶都不行 韩芸芸虽然心里早就不在意了 但是嘴上还是忍住一句话都没说 芸芸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就饶了我吧 别不理我啊 回到家 林小凡在下车的时候 哭着脸说道 傻瓜 我早就不生气了 赶紧回去吧 韩芸芸说道 啊 早就不生气了 那为什么这一路上 还一直是生气的样子 不理我啊 林小凡呆呆地问道 我是故意的 就是不理你 看你以后长不长记性 哼 韩芸芸小下巴一扬说道 嗯 长记性了 下次保证不会烦了 林小凡保证道 行了 知道了 哦对了 我和梁文文之间你准备怎么办 你选谁 突然间韩芸芸面色一变 严肃地问道 我我我 芸芸 咱能不能现在不提这个话题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我选谁 如果你一定要我给你答案 那只能是你们两个我都选 或者 我谁都不选 林小凡苦笑了一声说道 好了 我又没有逼着你选 我也就问问 你回家吧 我也走了 听到林小凡说的话后 韩芸芸转言一笑说道 随后 开起车子往家走去 这还真是个麻烦的问题啊 林小凡忘料忘天 喃喃自语了一句 转身往家走去 阿凡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 和芸芸那丫头玩得开心不 回到家 晚饭刚刚做好 林小凡洗了手 刚坐上饭桌 林爸便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跟芸芸在一起 林小凡疑惑地问道 你们出去的时候 我跟你爸都看见了 林妈这时候把汤端上了饭桌 接过话查说道 你们跟踪我 林小凡说道 哎呀 你这孩子 都一家人说什么 跟踪不跟踪的啥话 我跟你爸是看你 今天穿得那么整齐 就跟着出去看了一下 本来以为这么久 你都没找文文 是去找文文 没想到你是找芸芸那丫头了 林妈说道 那不还是跟踪吗 林小凡听完林妈的解释 有些哭笑不得 再重申一遍 我跟你妈 只是跟着去看了一下 不是跟踪 跟踪的话 现在我们都不会跟你说了 我们这是关心 林爸说道 好吧 不是跟踪 是父母对自己的关心 也是 跟踪的话 就不会跟自己说了 林小凡在心里 暗暗安慰自己 其实 云云那丫头也是挺不错的 他爸 我说的没错吧 林妈有意无意地说道 嗯 没错 话是没错 但说起来文文那丫头也不差 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优秀 林爸接过话后说道 爸 妈 你们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就像你们说的 都是一家人 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林小凡实在不想再听自己爸妈一唱一和 直接说道 那他们两个之间你选谁 林爸 林妈听到自己儿子这么说 对视了一眼一口同声的同时问道 怎么又是这个问题啊 我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 问这话你们无聊不无聊啊 林小凡说道 别说那些没用的 说 你打算选哪个 林爸 林妈又同时问道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我和云云只是普通朋友 虽然以后有可能 但现在不还是普通朋友吗 林小凡试图遮掩 别问了 看来 咱们儿子今天是不会说的 嗨 儿子 要我说 两个一起娶了就行了 也不用烦恼娶哪个 反正云云和文文 他们两个我跟你妈都很满意 身为男人 你干脆一点 两个一起都娶回家算了 林爸坏坏地笑着说 不许吃 怎么着 娶了我后悔了是吧 那 你怎么不娶你那香好的啊 当初怎么就娶了我啊 就凭你说的这些话 今天晚上不准吃饭 林妈听了林爸说的话后 夺走了林爸的筷子 生气地说道 林小凡对自己父母的行为 感到一阵的无语 自己老爸以前挺好的啊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 这么无量的 对于自己母亲说的那些事 自己也是知道一些的 自己老爸年轻的时候长得还是蛮帅的 而且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老爸一直以为自己会和他的青梅竹马白头偕老 可惜的是后来别人给他介绍了自己的老妈 老妈那时候也是年轻漂亮 在后来选择中 老爸两个都不想放弃 但那时候老一被卡的严啊 必须选择一个 老爸就选择了他的青梅竹马 可惜的是 在自己爷爷一顿鞭子 和谐的教育下 老爸还是娶了老妈 后来 结了婚几年后 自己老妈就知道这件事 在后来 老爸在家里就没了地位 在后来 哦 后来已经没有了后来 就像现在这样 阿凡 别听你爸的 你如果能把他们两个都娶了 虽然老妈也不反对 毕竟你愿意他们可能也不愿意是不是 所以你还是先选一个结婚就好 如果剩下一个不反对的话 到时候再娶回家也不迟不适 林妈打断了林小凡 想法与众心肠的教育道 妈 你怎么也这样啊 本来 被打断想法的林小凡 还会想着自己老妈会给自己说一些什么 正儿八经的建议 没想到说出来的话 比林爸说的更惊人 你这孩子 妈 这是为你好 来 跟妈说说 你现在更喜欢哪一个多点 林妈凑近身子问道 林妈这个举动 让在一边偷吃菜的林爸微笑个不停 我谁都不喜欢 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吧 我吃饱了 先回房间了 林小凡被林妈的话问反了 可又不能发脾气 闷闷地说了一句 放下了碗筷子往房间走去 儿子这回答 你满意了 吃吃吃 谁让你偷吃的 放下不准吃 还笑 林妈看着走进房间的林小凡 转身对林爸发起脾气道 这个又不能怪我啊 不吃就不吃呗 反正已经吃饱了 林爸一边离开了 餐桌一边低声地说道 偷吃饱了是吧 那行 我也回房间了 既然你吃饱了 就收拾一下吧 收拾不好 今天晚上就不要回房间睡觉了 林爸低声说的话 最终还是没逃过林妈的耳朵 听到林爸说的话 马上给林爸找了一个活儿 选谁呢 我两个都不想放弃啊 房间里 林小凡想了想 还愿意临走时说的话 又想到林爸林妈说的话 苦恼地自言自语道 各位听友朋友们好 祝大家都如林小凡一样 捡到宝瓶发大财 如果能动动手指点赞 点订阅 今年必发大财 好了 今天的被窝故事 到此结束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